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丑樂美那支穿線器的烤克機 Eldrate 2000D 使用一推式空氣穿線系統 手動穿線已稱為過去 上下彎道穿線也不再是一件繁瑣的事情喔 那就快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是我們配件的部分 設備開箱後 裡面有 附屬品盒 說明DVD 防塵套 紙本說明書 背部蒐集盒 電源吉他板 附屬品盒內有 線輪網 線輪蓋板 鏈子 雙頭板手 上切刀 兩線板圓栓 潤滑油 刷子 彎針穿線器 及測針子 接著我們由外觀來介紹這台2000D 我們從右側開始 這邊是插座及電源開關 上面是散熱孔 旁邊是手輪 上面外圈是車縫密度的調整鈕 內圈是插洞送布的調整鈕 從正面的部分 首先是下彎針預張力設定滑桿 這是下彎針線張力調整鈕 這是上彎針線張力調整鈕 接著右針線張力調整鈕 這是左針線張力調整鈕 上面的部分是壓部角壓力調整鈕 接著左側的部分 接著左側的部分 切線器 穿線拉筆 壓部角升降桿 穿線器的推桿 壓部角 接著是機台的下半部 這是布邊縫尖爪切換鈕 切部寬度調整鈕 上切刀設定鈕 我們打開切刀保護蓋 首先是上下彎針線的穿線孔 再來是彎針的選擇鈕 這是彎針穿線的選擇鈕 接著是彎針穿線的拉桿 最後是這台機器的內部 我們有上彎針下彎針 上切刀下切刀 擋線板 及布邊縫尖爪 接著穿線的方式 我們直接示範四線的穿線 第一 下彎針穿線 首先將線繞過 掛線桿上的穿線導引 接著卡入上蓋的穿線導引 接著卡入上蓋的穿線導引 聽到咖的一聲 代表有確實把線放入 沿著箭頭往下 我們先確認彎針的選擇鈕 及穿線選擇鈕 是否在正確的位置 還有手輪上的記號 也要對準標記 聽到卡的一聲是正確的 接著我們將線放入 下彎針的穿線孔 用手機間將線放入 或使用鏈子都可以 我們將線放入約三公分左右 使穿線更為順利 將線放入後 我們將穿線拉杆開啟 我們將穿線拉杆開啟 再壓下 進到縫的一聲線就穿出來了 讓我們放大再來看一遍 之後這樣先挑出 繞過上些刀放入壓腳下 馬線拉到機台後 這樣就可以囉 這樣就可以囉 接著我們來上彎針穿線 跟下彎針穿線一樣 先將線繞過掛線桿的穿線倒影 接著上蓋的穿線倒影 然後沿著箭頭往下 將線放入上彎針的穿線口 一樣放入約三公分左右的線套 放入後 放入後將彎針選擇扭 轉至左邊的位置 接著確認手輪的位置正確 我們將彎針穿線拉杆拉起 我們將彎針穿線拉杆拉起 然後壓下 那我們一樣放大再來看一次 氣動式穿線就是這麼容易 穿好的線繞過上切刀 放入壓腳下 繞到機台後 這樣就完成上彎針穿線囉 接著繼續右針穿線 將線繞過掛線桿的穿線倒影 接著上蓋的穿線倒影 沿著箭頭往穿線路徑向左拉 穿過穿線倒影 下拉至穿線的位置 使用穿線器將線穿入 若不想使用穿線器 也可直接將線從後向前穿過右車針 最後把線拉到壓度腳趾上切刀之間 往機台後拉出 最後是左針線穿線 線繞過掛線桿上的穿線倒影 接著上蓋的穿線倒影 與右針線一樣 沿著箭頭往穿線路徑向左拉 穿過穿線倒影 下拉至穿線的位置 使用穿線器將線穿入 穿線路徑向左拉至穿線 穿路後 一樣將線拉到壓度腳趾上切刀之間 綁機台後拉出即可 這樣就完成了四線的穿線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簡單的試車 在開始前 先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2000滴的安全裝置 有三個微動開關 增加縫韌的安全性 1. 壓不腳在抬起的狀態 2. 切到保護蓋開啟時 3. 側蓋開啟時 會避免危險 以上任意情況發生時 機器是無法操作使用的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車縫吧 接著要從三線船應用程序更改為二線船應用程序 只需將轉換器翻轉到位即可 從四線船應用程序更改為二線船 civilizations 還會測到玉米的海膜 再移動地上門隔天 然後是用來自動雙方向外面的扮開啟動 切開啟動可以在最後一旦 這個車輪到達到六線船 蛤 蛤 今天就簡單介紹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更詳細的資訊內容 歡迎加入超系列詢問唷 掰掰